精神与身体两者必须要兼顾 不能够本末导致 在修行中我们都知道精神是重要的源头 但身体如果不好 精神能承载的高度也无法很高 但精神与身体是本与末的关系 我们依然不能本末导致 你如果身体不好 说你的心要多高明 那也难啊 因为这个精神还是依附在这个肉体上 肉体如果不健康 那精神很难健康 但是一定要本末不能导致 本是你的精神 末是你的身体 那怎么样子 以本来引导末 而不是用末去引导本 用末来辅导本 就好像我们那个树一样 这些枝叶就叫做末 它可以帮忙光合作用 它根本要成长还是这一颗主干 甚至最重要是它的根 这边如果健康的话 它当然就 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 那所以瑜伽就是 不是只是想法 因为佛教发展到最后呢 太过强调心 或者太过强调观念 到最后都忘了 你这个身体也要好好照顾它 所以那时候的宗观 或者般若剑 到最后都会跟空相应 跟空相应 很容易就落完空 遭空相 所以为了补救 这样子的一种发展 所以又 吴卓拉 士卿他们就又发展出 瑜伽形态 我们除了重视知识与思想的价值 也必须着重身体的锻炼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高雄采访报导 点赞订阅 儿子 电视捧场 订阅